哎呦前面公路毁行啦 我上到了我直接 哎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火车世界4 这一期的话继续来开这个 贝尼那县 目前这 堵了个档突然就开始下雪了 行 正好冬天 雪景也硬景 合理 基本上什么灯照的吗 还是什么奇怪的光线 好像是有灯 呃 显然我没发现灯在哪儿 把这个杆照亮 呀 这里还有一台 它这个窗户 应该是那种结的霜吧 这要说霜会合理一点 要不就是脏了也有可能 有可能就看着更像脏 行行 不管它了 关门走 打伞可爱行 这需要吗 有必要吗 然后看一下制动环节 这边是联合手柄 给一点动力 转一下 学航速度30 目前没有问题 前边千分之50在下坡 呃 停车位置 波斯基亚 卧虎观景点 应该可以溜车了 保持一点动力溜一下 反正我一点不着急 我这 哎呀 名个哨 目前的限速有55 那就先提到55 这边没有那么多那啥的 就是展现什么的 哎呦 对面车机外了 好好好 我感觉55对于这车来说 是个相当高的速度了 之前都没开那么快过 只能说之前的路况太差了 全然玩开不起来 这边好了 再还有三节车厢 我这车开了暖风什么的了吧 反正开了 开了就行 自动 OK 哎我开那个GS没开了 哦对上一期忘了开 这一次都是打开的状态了 这样他过黄灯信号的时候 应该就会有那个滴滴的响声 但具体我也没事 我也不知道前方先速30 先速预告牌呢 还是没到 到了啊 这呢 才到了 我其实可以直接调横速哈 许航干都30就行了 这样他应该会用比较大的制动力去 对比较大的电视洞去 把我的速度压下来 我手动制动也可以 手动制动会更精准一点吧 这边是个大级弯 我天啊 一个大级弯加一个 这地方还先速50呢 哎呦前面公路混行了 我上到了我直接 怪不得接触30 上路 哎呀 看看能不能和后边小车合个影 晚了 来不及 从这来看 他这个坡度确实真的很明显了 这边怎么有一种无形的墙 给我堵住了去路 这位置拍照模式 总有这个问题 会有一堵无形的墙 我回头我车没了 笑死 所以说其实我也不太喜欢这游截图模式 真的不好用 一会儿来拍吧 没法和车和影 我靠 这地方这么窄呀 啊 那这不是混形 当一个大道口用的 我明白了 他这块直接当那个大道口用 两边车都揽上了 原来如此 他也没上机动车到了 实际上他这个还是当 当成了一个 当成了一个道口用的 实际上是做成了一个大道口 行 一会儿来拍 一会儿还可以跟这帮小车合个影 这边限速恢复了这道那个车位过来 所以我还比较喜欢这种角度 其实有点一般 看看还有啥好角度 就这样错过了 哎 这还有个车站 那可以提速了 这边限速一样恢复至55 这地图是不是尽量为那车里边有 我记得是有的 很眼熟啊 这段路我之前在那个游戏里边跑过 我还有印象 60 之前那个游戏里开过的 说直接用这个模式截图的话会有那个血雾的效果 我去 有点好看 前面要注意一下限速了 赶紧戳一张 然后看看限速 限速掉至于45 应该已经错过了预告限速的牌子了 前面有个曲线 其实可以纯手动去控制那个速度的 那这边有条小河 那这也算是个山谷啊 算是河谷了 直接用这个模式拍 不用截图模式 对 截图模式不好用 然后这儿限速没有提升 前面降了40 哦 这个长 这个距离还是可以用一下横速的 就贴在这个公路边上感觉真的挺好的 一路能凑好多张图 各种视角的 对 前边限速40 一拍照就 经常忽略了速度 想拍到河不太容易 这边限速又恢复到了60 那边限速给的也都挺极限的 那边脸太黑了 之后再说吧 之后看看 封面用那张 这前面好像也是个小站 你看 这不像半客的地方 啊 一个小货站应该是 前方限速30 看到牌了 相信这车的动力 其实我解锁还有点早 那不会又要上道路了吧 上那个车道了 嗯 什么情况 我是没想要什么东西吗 可能在车外没看见 给我撂停了 冬天给搭了直接滑 毕竟是下雪天 这踩到30的预告限速拍 啊 这么近 好好好 可能刚才错过了个信号 那这边又和机动车混星了 这也不做AI啊 这没 没机动车要乱跑 这段好像是真正的混星 这地面是跟捷的冰影 反光了 限速30 合理 大油给电车上线了 那什么大油给电车 那这路边有站吗 也许会有 纯纯截图游戏 你们大油给电车上线了 这就是瑞士铁路的 嗯 有意思的地方吧 那前面可能是个火车站 对 这是个火车站 正常办客的说这些地方都要停的 像我这是个旅游班四就都没停 都没停 直接开过去 这边挺窄的 挺吃车的素质的 得亏这车性能好 这车 真真真真真是有轨电车般的性能 也不用太担心 这些问题 还是个曲线站台 这边又是独立的轨道了 这边又是独立的轨道了 也不完全 大油给电车 行 这会又开出来了 但还是 诶 到关键点了 前面提限速35 没机会了 可能要停一个坡上 波斯基 亚沃湖 波斯基亚沃湖 关键点 也看个什么波斯灯 管车停的位置和一般的旅客列车也不一样 解掉大闸 上空气自动 这俩自动衔接还有点 需要点技术的 不然它自动不稳 不平顺 就得像混动车去平衡电阻制动 不是电阻 回声自动和那个空气和那个机械自动的比例 这么快 拍完了吗 能拍完吗 我还没拍完 但这车是纯手动控制的 它不是自动的一个闸 虎确实好看 走 下泼器 三十五哈 左边都是湖的 上下巴左能看到 冬天的湖还挺不一样 这没动哈这边的湖 这边有那么低温度吗 是不是动不上啊 还有水呢 这看着半冰半水的 应该是水比较平静 那故意这边温度是动不上的 这边离湖近 这位置不比刚才好 啊 你想想 刚才那还有树挡着 你这 你设计着什么点位啊 你这是 不是 这地儿不比刚才好 这多敞亮啊 你说是不是 完了我错过了 他妈的 你刷一个向右的弯 然后 这就有树的 没法拍了 这里那个边太近了 提现速了 哎呀 先把限速提起来 应该是45哈 刚才看 这边限速给的增迹一些 光顾的说了 自己错过了最最 拍车的地点 还行 老师开车了 这没少拍 那截图游戏 这现在确实 观景是挺大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 一环 雌雄本人在世 当代大学文猫 布鲁西要高架桥 哎我记得这 前面是不是还有个川一样的展现啊 对就是这儿 我都说了呢 之前在那个老的TS里边开过这个馅儿 玩过的馅儿全程 都觉得那么熟呢 之前给那个TS里边都开过了 不过TS就没有这封镜了 差远了 那个差远 那我都记得有个川 一块儿 当时好像还是那个线的封面吧 这我之后搜一下 我就感觉眼熟 这一路能当封面的景太多了 不够不够用 啊 40 预告线速 这个离线速生效的地方很近啊 毕竟只有5公里的速度差 前面应该会有个车站吧 我也记不住了 30 但30在这个弯后边 有时候挺搞不懂 他那个线速点 那这个大曲线间可以40过 对这儿有个站 清车熟路了 然后我这 旅游列车也没有没有十颗标的 好像那个斜线斜杠的标是明地标 就那个斜这一半黑一半白那个 我靠好窄啊 我靠这好刺激啊 这块儿 你们你们的火车给他穿巷子 真紧凑啊 那果然这1902年修的线 确实不一样 毕竟你这种东西放在现在可能不会这么规划 但你要放在1902年那就是合理的 当时跑的啥车呀 当时跑的这真跟尤尾列车差不多 68 好好好 每天之前跑过7%的坡了 这小问题 跟他还差0.2 哎 来了 70 这车又开始发电了 我不知道当年瑞士有没有 当1902年那会儿的电力机车电力动车应该没有回程自动这个东西 当时应该还没有 当时还是存消耗 存消耗能源 7%的坡上就限速30 不管他那个 不管他下有多值 当时瑞士好像是能源问题吧 就是优先发展的电力 包括之前瑞士还整过什么电锅炉烧烧烧水的蒸汽机车 不过是试验性 觉得没蒸几个 后来又给拆了好像 很很抽象只能说 瑞士好像是缺煤还是缺缺煤吧 不然的话不能不准蒸汽啊 内然不知道缺不缺油什么的 瑞士不缺电 瑞士要不就水电站多 好像像这种地形确实适合水电站 但你要说1902年水电站啥是我的技术 我这历史也不太行 不要不要在意我这个吓到的 查查吧 反正这个速度 一横住也不用动 最早这个 我这颗基金的水电站 水电站 卡了 这又是大坡了 1878年 那没事了 可能当年瑞士就有水电站 最早水电站英国 不对 当时是啥英格兰 算 我历史真不好 还在车厢灯暖黄色的 我很喜欢这个色温 加尔士灯呢 在哪开来着 啊这个 它为什么亮的时候 加尔士灯不亮 它不亮的时候 加尔士灯亮 也是那种暖黄色的 这竟然是射灯 可以 射灯的那个 光线觉得很高级 我之前在加整的几个射灯 确实它那个光线很高级 但是就是光影会比较重 阴影会就是 它光线会比较 用 对光线会比较用 就是会导致影子 对光线会比较重的 相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完了完了 没太听懂 只能说 他应该就是说展现 这个loop这个try是为了 你怎么回事 突然下爆风雪 这个try是为了跨越高度 废话 怎么开不开他都不香 只有玻璃上 有雪 他那个车身上并没有做雪的效果 切把刀口 那人不香 奇怪 这个地方竟然还有停车 电牌的位置刷不到 大雪片 又过了一个站 听到的风声 try ts里边他这个东西是工作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错了啥 最后找老外的视频研究一下 我搞72 极致极限坡度了 真的吗 这一路就净发电了 只要上坡惨了 上坡 上坡容易滑啊 他哪怕三东一拖 不是二两东一拖 后边还有三接 重量容易滑 看看你那个川还有多远 马上到了 这方向是往上啊 往下对是废话 这坡度实在是没辙的 他这个停车点是让我停哪啊 其实我可以停在那个桥上面摆拍一下 他应该是有远处的什么地方可以作为 他有停的点不太好 我要停桥上 哎呦我靠 直接上 上气杀 不然这大厦波杀不中 上那个空气制度 撩大闸 就这俩回声制动的速度都压不住 够了吧 这大厦波能停 能停住车也挺厉害的 他应该有什么地方可以做机位拍的 要不就是用航拍 也有可能 我感觉这拍出来 其实有点看不清傻 那这样拍那个 拍景其实可以 好像限制我的飞行高度 你当无人机能限我高度 所以这边拿无人机拍确实不错 靠 限我高度 我也挺挺无奈的 看一下怎么把那个 怎么把下边那个搞掉 肯秀加7 哎呀 限我高度很烦 不然的话这个地方 再飞高一点拍出来效果也能不错的 要从下边拍好不好看 要差 都不如在天上拍 这雪虾的竟然小 还是光教好一点 好把车放走 哎呀我带着电制洞下波 你们放下薄 corresponding 好 我 把车弄得下 我 比如说 那我 在这边 我 先用 拿到 那我 那我 忘了 看看转过去有没有停车点 有 既然 你这位置不如让我停起 好像 他这个点不知道拍照好不好看 这还有俩人给坐 我觉得 这点可能车头的地方 停过了 也一般呢 还行 我也各种开拍 你这自由视角哪来那么多限制 你给我卡这 哎呀 哎 你这地形怎么回事 这卡我自由视角那天呢 哦 还可以 那角度拍出来不错 我也懒得用他那个拍照模式了 而且他那个景深很麻烦 蓝钩 如我 他给的角度还真正讲还行 哎呀你这 这一天卡我视一视视角 嘖 这就 一般 哎 你这天 整的空气降了 烦不烦 我怎么感觉好像车身有点脏呢 好像也没有 行 这样的话这一期就先到这里了 然后下一期 继续直接一口雀干到终点 其实也没有太远的距离了 这是算是这个线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了 我想要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